他只活了44岁,却被人们铭记了700多年 他就是南宋丞相,陆秀夫 他与宋少帝的一跳守住了南宋最后的节气 详刑二年,援军大举难犯 南宋已经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 还能上朝的大臣仅剩六名 缺乏经验的民兵本就打不过训练有素的援军 更别提大部分人已经提前倒戈了 眼见大势已去,陆秀夫的心情却是出奇的冷静 他穿上官服,对少帝说 国室至今一败涂地,陛下当为国死 德佑皇帝远在大都受辱,陛下不可再受人凌辱 于是抱着年仅八岁的宋少帝 揣着玉玺,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海里 十年44岁 其余的朝鲜和军将也跟在二人身后跳海迅国 崖山的海上浮尸十余万 向援军诉说着他们的宁死不去